原标题 淮海战役中 他为蒋介石举枪刺进 八年后 蒋介石为他独自留后 1948年11月6日 背后人们称作战争史上的奇迹 淮海战役正式打响 在这场战役之中 实在有太多太多让人感叹的地方 淮海战役正式打响之后 由黄柏涛带领的第七兵团 成为了华东野战军的第一个攻打对象 整支部队被团团包围在免庄附近 战况十分紧急 战斗已进行的第五日 黄柏涛兵团虽被包围 但事实上 华东野战军各部尚未完全合拢 如果趁这个时机突围 黄柏涛还是有那么一线生机的 但是 谁知此时 蒋介石发来了一个让黄柏涛固守待遇的作战计划 也就是这个计划 基本上奠定了黄柏涛兵团的最终命运 既然发了固守命令 那肯定是要稳住军心耳 于是 蒋介石为了给被解放军重重包围的黄柏涛兵团大器 竟做出了这个举动 11月12日 蒋介石 空为了密切 空联系 特意投一名空军少校携带联络电台抵达免庄 黄柏涛顿时喜情于色 叫道 真是天助我爷 随着少校而来的 还有蒋介石给黄柏涛写了一封信 信中说道 坏人司令必勋建 此次徐怀会战 实为我革命成败国家存亡最大之关键 沐西岩都所顾切实殉导 同心意德 团结苦斗 期待必胜 完成重大之使命 视为之老 顺颂荣旨 各军 师长君子 忠正首起 看完信 黄柏涛苦笑一声 我军已被被解放军 重重包围 自保都是一个问题 从何谈必胜呢 这两根黄瓜 明明就是要逼他战死将场嘛 他深知 这次碾庄战役非同小可 如果自己十多万部队都打光了 哪怕自己逃出去 蒋伟园长也必定要拿自己开刀 依然是死路一条 事实上 那段时间 蒋介石为了防止黄柏涛投降 鼓励他与解放军死拼到底 几乎天天空投中央日报等报刊 在上面刊登 黄柏涛的容装照 以及蒋介石的嘉奖令 所以 自那刻开始 黄柏涛就心存必死之意 11月22日 在华东野战军最后的总攻下 七兵团全军覆灭 黄柏涛拔枪自杀 展开全文八年后 也就是1956年黄柏涛的独子 黄孝仙 杀害朋友毁尸灭迹 结果被审判处决死刑 宣判下来后 黄孝仙的母亲柳碧云呆坐在家中 想到黄柏涛一生畏国 儿子却这么不争气 真是欲哭无泪 觉得自己对不起黄柏涛 没有对孝仙好好教育 再过十几天就是黄柏涛的忌日 用这种方式来祭奠他 上天真是开了个大玩笑啊 幻人啊 我真对不起你 如果仙真有不测 我也不想活了 不行 我不甘心 我还要想办法 不能让黄家从此断了后 但是现在山穷水尽 又有什么办法呢 当他的目光停留在悬挂 在黄柏涛肖像下 那没正亮的青天白日勋章时 灵光一闪 对呀 勋章 总统和坏然才有得保 被 我拿他去找蒋总统 让他敌我儿子的命 身为总统的蒋介石 严厉急于以提示 说 念其先父 勋迹彪秉 承其次序 元宇剑行 将其死刑改判 无期徒刑 并收回青天白日勋章 至此 黄孝仙命案出现重大转折 身在狱中的黄孝仙 尚不知道外面发生的变化 刚进牢笼 受尽了牢头的折磨与侮辱 若不是想到 外面母亲为自己日夜奔波 他早就一死了之 死时的他 早没了公子哥的那种潇洒技 目光呆滞 神情恍惚 还有十天就是父亲的忌日 父亲 恕孩子不孝 孩子无脸 想到自己年纪轻轻 便要在父亲的忌日前后行刑 父亲为国捐虚 死后十分荣光 而自己却成了一个可耻的杀人犯 这一生 怎么对得起他 早知如此 何必当初啊 一时间 他心中满是悔恨 就在这时 劳门一响 有人大声喊道 黄孝仙 出来 有人看你来了 黄孝仙吗 尚想到是自己的母亲柳碧云 哎 肯定是来和自己见最后一面的 还未走近 母亲柳碧云就连哭带喊的迎了过来 仙啊 你受苦了 黄孝仙也是一阵哽咽 母亲 还不能尽孝 要先走一步了 柳碧云连声道 不会的 不会的 江总统已经赦免你了 黄孝仙听到这里 犹如在鬼门关里走了一遭 现在终于可以活命 忍不住抱着母亲放声大哭 因为有个对国家有功 曾获青天白日宣章的父亲黄伯涛 他终于幸运地逃过死结 捡回一命 转眼过了十多年 在狱中的黄孝仙认罪服法 对自己先前犯下的罪行时刻忏悔 加上其母柳碧云都方求助 终于在一九六九年的夏天假释出狱 此后洗心革面 重新做人 取牺生子 并在朋友的帮助之下 开的一家贸易公司 生意也越做越大 后率全家移居美国 公元2004年的一天 南京七峡山明代理文中墓地棚的 一座孤坟面前 站着一排人 坟前墓碑上仅有黄焕然之墓底子 虽然搬坡落里 但整个墓葬保存完好 只见为首的一位老者 神行激动 老泪横流 领着其子孙毕恭毕敬的祭拜 不远处 此金山威俄耸立 玄武湖波光玲玲 老者心中默念党 父亲 孩儿不孝 来看你了 皇家后人 如今皆有所成 你在天之灵可以安息了 一行人离开后不久 离里文中墓旁不远的那座孤坟旁的 多了一块广告牌 上面赫然写着 国民党高级将领黄百涛之墓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